Hello 大家好 我是Joseph 今天又再回來跟大家聊一聊 我們在溫哥華 筆記基層 賣房子的一些事情 這個系列我們講賣房子 那現在其實是2021的 今天是1月9號 所以其實現在的市場 就是延續上去年年底 現在1月現在的成交量是非常多 那市場是非常火的 不管是獨立屋也好 城市屋或是公寓也好 其實交易量都非常的好 而且價錢其實都一直有往上的壓力 所以每當市場非常交易量 非常活躍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看到 要嘛是新聞也好 或者是我們可能看到地產公司的廣告 他們會說 喔 我們這個房子 市場上放了10天 然後我們收到30個offer 最後我們用高於開價10萬的價錢 把它成交了 所以賣家 賣家他又不用給很多人看 然後又用 比他開的價錢還要更高的價錢賣出 那如果你是賣家的話 這應該就是 這應該你做夢都會笑的一件事情嘛 你想 尤其是現在有COVID 有病毒的關係 你市場放到 把房子放市場上 感覺一兩個禮拜 來看的人好像不是那麼多 也不用說你長期的準備讓人家來看房子 再來又用比你開的價錢還要更高的 一個價位把房子賣掉 那為什麼不是每個人賣房都用這個方式 Multible Offer的方式把它賣呢 那實際上Multible Offer到底它是怎麼樣運作 跟怎麼樣去操作的 其實我們今天就來回答這兩個問題 那首先呢其實大家可能對Multible Offer有一些 可能只是看廣告 或是看新聞有些錯誤的觀念 因為我們常常看他的廣告 他會說這些廣告或新聞 他們會說高於開價 我們要注意一點是他講的是高於開價 高於開價不一定是高於市價 假設一個房子他的市價是100萬 你用開價開 我們講誇張一點你開70萬好了 那他用80萬成交 你還是高於開價10萬 可是最後這個房子賣出去的價格 真的有高於市場價嗎 所以這種東西其實蠻值得思考的 因為新聞跟廣告很多時候都只是一個噱頭 你還是要看得更深入一點點 那我們今天其實來講說 Multible Offer他到底實際上是怎麼操作的 那其實Multible Offer呢 你只會 你比較常看到Multible Offer Multible Offer就是多重出價 其實Multible Offer意思就是說 一個房子有一個以上的買家同時把它出價 所以就是Multible Offer 那這種情況有可能一個房子有5個買家 10個買家 甚至我看過30個買家的 其實就是在市場處於一個需求遠遠的高於供給的情況下 那不一定是說整個大的市場非常非常好 有可能是說這個社區裡面 這個類型的房子呢 它的需求是遠遠的高於它的供給 所以不一定 像市場如果非常非常好 可是假設你這個公寓大樓裡面有非常多同樣類型的公寓放在市場 單位放在市場上 不一定會有Multible Offer的情況下 那Multible Offer到底是實際上要怎麼操作 假設你是一個賣家 然後你現在你想要用市場很好 想用Multible Offer這個方式呢 把你的房子賣出去 其實你的操作就是 第一呢 你房子放到市場上的時候 多半開的價錢呢 會是在現在市場的現在的市價 因為當你的需求量遠遠的高於高於供給的時候 市場的市價一直有往上走的往上的壓力 所以當你開在市價 或者是你開稍微低於市價的一個價錢呢 你通常可以在短期的時間 吸引到蠻多的買家過來 那這個時候呢 你還會 身為賣家你會說 我會限 我會規定說 在可能10天或是兩個禮拜的時間呢 讓很多的買家過來看房子 可是在這段時間呢 我是一律不考慮 也不接受任何買家的出價 我會在也許10天 或者是14天以後呢 假設下一個之後的一個星期一 晚上或是下午幾點幾點 統一如果大家要出價的話 我會統一看大家給出的這個價錢 那這種時候呢 如果你真的身為賣家 你收到了很多個offer 你就會坐下來 如果你有經濟的話 你會跟你的經濟一起商量 跟一起看每一個出的offer 他們的細節 因為很多時候身為賣家 你看的應該注意的地方 不光是他買家的出的價錢 除了價錢以外呢 你會看說他的附帶的條件是怎麼樣 跟他的比如說成交的日期啊 或者說這個他的買家出的這個開價的合約裡面 有什麼其他有沒有什麼奇奇怪怪的條款 因為打個比方一個買家出價100萬 另外一個買家出105萬 可是105萬的他要花兩個是兩個禮拜的時間 再去做燕屋 做燕屋跟房屋貸款 然後才要看你的比如說產權啊 大樓的管理公司這些文件啊 那100萬的是什麼附帶條件都不附加 都不附加 他可能在出價之前就已經先到燕屋市做好燕屋 那他也看過你房子所有相關的文件 然後貸款這些東西也搞定了 那雖然賣家你可能就會擔心說這個105萬的會不會過兩個禮拜以後 燕屋沒過或是貸款沒過 你又回到從頭開始 那從頭開始的時候其他這些買家可能已經買了其他房子了 或者是他們覺得說你現在沒有什麼競爭對手 他們就不願意出到之前那個價錢了 所以對於賣家來講 你可能這是一個你要考慮的一個風險 再來就是比如過戶的時間好了 假設說你你要賣的這個房子是你的舊家 你已經搬家了 那新的家有貸款 所以你這個家你是希望越早過戶越好 或者是說你可能你想要賣房子 可是你還沒有找到你想要新買的房子 那你當然會希望說過戶的時間可以拉得越長越好 所以每個賣家的情況都不一樣 每個買家的情況也不一樣 這些都是你應該要考慮的一些細節 所以不光只是買家的出的價錢 很多其他的東西是需要參考的 那社會賣家如果你收到很多offer 你也看過這些比較過每個買家的出價 你可以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其實你社會賣家可以做三件事情 第一呢如果你看了這些買家的出價 我跟你講裡面剛剛好就是有符合你心裡期望的 就是價錢也好 它的其他裡面合約的內容也好 都是你想要的 那你可以選擇其中一個offer並接受它 那再來的話就是可能接觸條件 或是你之前就處理過顧的事情 就非常的順利 那或者是呢這些 第二個選擇就是這些買家出的offer 沒有一個是你喜歡的 那你可以跟買家全部的統一講說 大家出的這個價錢 我都不喜歡 所以我全部的都退回 因為其實身為賣房子的賣家 其實你把房子放到市場上 你是沒有義務說一定要賣房子 一定要選擇一個買家的出價 就算假設你開了100萬 就算所有的買家 他們出的價錢都是超過100萬 你也是法律上你沒有義務 接受任何一個人的價錢 所以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就算可能會擔心說 要是大家沒有出到我想像中 我理想的價錢 我是不是被迫要接受任何一個買家 所以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那這是第二個選擇 再來呢其實你也可以 第三個選擇就是 你可以挑一個最接近你心裡 你心裡期望的一個買家的出價 那你選擇這個買家做回價 就是你的counteroffer 其實counteroffer就是賣家給買家的一個出價 所以我們在合約法上面 合約法上面在bc省裡面 沒有counteroffer這件事情 就只是offer就是出價 買家出價給你 如果你對這個出價不是特別的滿意 你又回一個價錢 等於是你出價給買家的時候 一般你是會附帶實現的 可能24個小時或者12個小時 這種時候你身為賣家 你其實有一個機會成本的 就是當你這個 你出給這個買家開價的時候 就算這一段期間 有其他的買家出價錢給你 你都是不能夠回覆他們的 因為身為賣家 你就有一個房子 你的房子只能夠賣給一次 只能賣給一個人 你不可能說一個房子 同時賣給很多個人 所以一般賣家在賣房子的時候 他的經濟不會建議他 找一個選其中一個買家出價 並且回覆 他如果都不滿意的話 他會統一跟買家講說 大家給的offer都沒有達到我的期望 假設說我希望可以賣到150萬 那我就跟所有的買家講說 我希望可以至少有150萬以上的一個價錢 那其實在Land Terral Act 就是我們BG層的房地產法 所有的有法律效用的出價 或是買賣合約也好 都必須要是在紙上的 都需要用文書的 in writing 就是用書面的一個形式 所以其實你口頭上講的時候 他不形成一個法律效用 只能算是一個溝通的一個形式而已 所以一般賣家會用這種方式 那其實我們在講Multible Offer的時候 我們換另外一個角度 假設你今天是出價的其中一個買家 其實你身為買家 你很多時候 你是處在一個資訊 非常不平等的一個狀況下 因為你並不知道其他 其實到底有多少個買家 那其他買家他們合約的內容 出價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你是一概不知道的 甚至你其他買家的名字 他們經濟公司全部都是不知道的 那賣家的話 他就知道說 說每個人的內容 買家的他的姓名 什麼全部都知道 所以在一個資訊很不平等的狀況下 雖然買家 你要先做好你的功課 因為有一個可能就是 搞不好你一定是最高價了 最後你還是 反而是自己在跟自己進價錢 所以其實你在出價之前 不管市場好 或是市場不好的時候 你都應該做好充分的一個市場的 一個 research 市場的功課 知道說現在的市價到底在哪裡 到底在價位在哪邊 那如果你要用高於高出市價的一個價值去買一個房子的話呢 你的停順點 你可以承受範圍到底在多少 因為很多時候 Multiable offer可能是 你已經看了好幾個房子 看了四五個房子 你都出了價都買不到 然後那個時候可能又 又是耗了一整週或一整天 然後到晚上的時間也累了 這種時候人的情緒就會 比較 就 start kicking in 那大家就會想說 好啦那我價錢就往上加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你買到的房子 搶到的房子 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可能用遠遠高於市價的方式買進來 那之後如果市場有變化的時候 你當初買這個房子的價錢 有可能是非常不划算的 也有這個可能 所以在買房子的時候 要 Multiable offer 雖然對賣家是 是屬於一個非常非常好 有利的情況 可是對買家 就是完全是相反的 所以這種時候 身為買家 你應該要做好你自己的功課 不要被你的情緒 或是其他人的 做的事情影響 那再來我們講說 為什麼市場比較不好的時候 不能做Multiable offer 那 那其實Multiable offer 真正你看到新聞上 有講到Multiable offer這件事情的 一般都是市場 市場很活躍 成交很活躍的時候 才會看到的 因為如果需求量 是跟供給是 持現在非常平衡 或是比較低的時候 你就算把你的房子放到市場上 是比較低的價錢 你很難在很短的時間 吸引到一個 或是複數的買家 讓你的房子 像你的房子出價的 所以 Multiable offer 有一點點像是 我們買預售物 或是樓花的相反 因為 你買 預售物 樓花的時候 你是用 現在的房子的價錢 去買 可能兩年 或三年以後 蓋好的房子 那Multiable offer 剛好是相反 因為你現在市場 是非常的活躍 你用現代的價錢 搶不到現在的房子 搶不到市場上賣的房子 所以買家 他們會 比較著急的時候 用可能之後的兩三個月 未來兩三個月 或是半年的價錢 買現在的房子 因為如果你一直用現代的價錢 房價一直要往上升的時候 你是用越買不到房子 因為你一直在追它 所以到最後 很多買家會說 既然價錢往上升 我就先買這個 先用這個價錢 買下來 至少我現在房子買到了 它還是買到以後 它價錢還是繼續往上升 所以我說 剛好是一個 它的概念有點像是 跟預售物 剛好是相反的 所以 如果說 講 換一個方面來講 現在市場的 成交量非常的不活躍 你還是用Multiable offer 的方式操作 你把你的房子 用稍微低於市價的價錢 放到市場上面 然後你說兩個禮拜以後 我要統一收 offer 這種時候 你並沒有給你的房子 足夠的時間 讓它 讓它做 在市場上面做出滲透 就不會有很多人 它的曝光率並不是那麼的高 不會有非常非常多的買家 看到這個房子 再來就是 如果你時間到了以後 你沒有用Multiable offer 或是有Multiable offer 可是達不到你心裡的價錢的話 你等於是你要重新調整你的開價 再重新放到市場上 那這種時候 其實對你的房子 反而是有負面的影響 因為 當你的房子上過經濟的MLS以後 你以前所有的紀錄都會永久留在系統裡面 所以未來有買家跟買家經濟 他們看到你的房子 就會看到說 你以前曾經用這個價錢 開到市場上 而且過了可能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沒有賣掉 你又拿下市場 這個時候用另外一個價錢 這時候買家對你的Preceived Value 就是我們的我們講的感官感知的價值 他們就會認為說 你這個房子假設當初開100萬 可是你賣不掉 所以它應該不是一個非常搶手的房子 而且買房子估計還有獎價的空間 他們不會管你說 這個房子其實市價應該是在120萬或是110萬 他們看到就是這個時間 你的房子的地址 開過這個價錢 沒有賣掉拿下市場 所以很多時候你要了解 現在市場到底適不適合做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操作不好的話 對你的房子反而是有負面的影響 那我們做個結尾 就是Multible Offer 其實是一個蠻好的一個賣房子的工具 因為尤其是你希望短期內把房子成交 它可以讓你很短的時間內 營造出一個很多買家 然後跟的一個效果 因為畢竟買房子呢 尤其是買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就住宅用的房子 大家買家都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大家想要的房子 大家都會想要想要買 那大家都不想要的房子 就沒有人想要買 所以當一個買家去看你的房子 他發現大家都在排隊 或者同一個時間很多人在看這個房子 他心裡就會比較著急 他願意付出高於市場價格的可能性就越高 所以Multible Offer可以讓你在短期內 把房子成交 甚至如果市場好的話呢 可以讓你賣到比當下市場更高的價錢 可是如果你操縱的不當的話呢 第一 你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的時間 他不是很可以讓你的銷 你的Marketing營銷的這些資訊 很充分的滲透到市場上 所以其實你房子的曝光率 再怎麼做還是有限的 也許願意付 也許最適合你們房子的這個買家 他可能半年之後或是三個月以後 才剛好看到 那你這一段時間 一兩個禮拜就要做決定這個時間 你就接觸不到這個買家了 所以他是有個機會成本在的 那再來就是如果你操作不當呢 他會對你的房子呢 留下一個不好的一個紀錄在 也就是影響到其他未來的買家 對你房子的一個perceived value 就是感知的價值 今天我們把Multible Offer講到這邊 大家如果有什麼 有什麼題目 有什麼特別想要我跟大家聊一聊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送給我E-mail 那我們下次再見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請點讚跟分享還有訂閱 下次見 拜拜